台当局主计总处6日公布 台湾5月消费者物价指出 同比上涨2.24% 突破2%的通货膨胀警戒线 其中房租类同比上涨2.6% 创28年来最大涨幅 主计总处指出 台湾5月CPI上涨 主要是因为蔬果价格 受天气不稳定的影响而上涨 外食费及房租持续成上涨趋势 部分医疗院所调升挂号费 以及4月起店价调整等 按气象基本分类观察 医药保健类以年增3.45%为涨幅最大 食物类次质年增3.43% 仅衣着类年减0.19% 对于房租类涨势迟迟无法收敛 逐期总处分析期原因包括 近期整体物价涨幅大 使得房东生活成本增加 住宅维修费涨幅高 两年多来以涨超一成 升息和房价上涨 使房屋持有成本增加等 展望6月物价情况 逐期总处表示 CPI涨幅会将再扩大 中文字幕提供